在芯片规则的不断升级下 全球半导体合作氛围被破坏 各个国家和地区加速启动产业自主化 其中就包括了欧美日韩在内 美国口中所谓的盟友关系吹弹可破 完全是依靠打压和制裁在维持 在整个孤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过程中 身处于供应链当中的芯片厂商无疑幸免 其中损失最惨的自然是煤奇 在被限制出货中期后 多家企业在市场份额上折损过半 失去中国市场的连锁反应全面来袭 正如比尔盖茨所说的 美国无法限制中国拥有高性能芯片 强行去干预市场的运转 只会失去更多高薪的工作 如今这样的预言已经实现了 大量煤奇厂商裁员幅度超过20% 陷入营收利润持续下滑的困境 受到煤奇厂商的影响 全球芯片出货量骤减 即便是台积电 三星 SK海利士等等顶尖厂商 也不得不放弃产能扩充计划 大幅减少资本开支 而唯一还在扩充产能 追加投资的 也仅剩下中芯国际了 在2022年中芯官宣投资1500亿 在全国各大城市建设晶圆厂 一切也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 奇怪的是近期官网下架了14纳米工艺 这是否和三方协议的签订有关系呢 又在透露什么不寻常的信号呢 提到中芯国际 不得不提及的就是梁梦宋了 这位曾经任职过三星 台积电的技术大拿 可以说为先进工艺的升级 立下汉马功劳 正是加入中芯后再度证明了自己 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带领团队突破了14纳米量产工艺 在良品率和性能表现上比肩胎积电 虽然中间历经了辞职风波 好在最终结是好的 而他之所以会辞职 原因在于无法获取到EU微光刻剂 导致整体工艺被卡在14纳米上 无法进一步帮助中国半导体突破 才让他萌生了这样的念头 在回归之后 梁梦宋并没有放弃对先进工艺的研发 先后实现了N加1 N加2工艺风险试产 在性能上足以比肩7纳米工艺 至于最终为何没有量产 目前并没有准确的答案 或许是在暂避锋芒 毕竟中芯国际已经成为了 美国矛头的指向 而近期中芯国际官网 突然下架14纳米信息 仅保留了28纳米级以上工艺 这也再度让其登上了风口浪尖 虽然官方没有进行过多的回应 但显然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 既然美国要中芯锁死在14纳米上 那干脆碎了拜登团队的乙 对于外界而言 这显然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 中芯的14纳米工艺 从各方面来讲已是全球顶尖水平 现在却不生产了 这其中自然是有一定原因的 很有可能中芯已经拥有 更为先进的工艺了 因为很早之前梁梦松就对外宣称 7纳米研发任务已经完成 后续将推进5纳米技术 在三方协议签订之后 荷兰就官宣后续 阿斯麦只能出货1980DI设备 这台仅支持38纳米芯片生产的设备 外界却流传着能够用于7纳米芯片制造 而核心就在于多重曝光上 如果落后的1980DI设备 都能够实现7纳米芯片制造 中芯国际可是用阿斯麦最先进的 DU微光客机自然代工7纳米芯片不成问题 而选择隐瞒这些信息 也是为了躲避美国的进一步制裁 根据财报显示 中芯国际有75%的订单来自国内 其中28纳米及14纳米工艺总营售 也仅为18%左右 说明大部分的需求 还是集中在28纳米以上 鉴于智能汽车 互联网产业的崛起 这样的份额占比应该是合理的 这就会形成一个问题了 国内的厂商想要找中芯国际代工 受限于芯片规则基本很难完成合作 因此在后续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芯国际的代工需求也集中在国内 美国费尽心思限制中国升级到7纳米工艺 如果在这个时候露头 肯定是落不到一点好 太过于高调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国内能够研发设计7纳米芯片的趋值可数 能否代工的信息也仅需在这个小圈子里流传 中芯国际华为等企业都开始低调了 或许肯定会把中芯放在 自主化产业体系的搭建上 目前华为已经实现了 14纳米1的软件的国产化 外加上中芯的14纳米量产工艺 只要国产的28纳米光刻机一到位 在成熟工艺上就不会受牵制了 如今 因应正笼罩着中国半导体的发展 随着美国芯片法案的补贴规定 荷兰和日本半导体相继宣布的芯片限制之下 中国半导体好似真的迎来了中科院口中的黑暗时刻 当然 密尔布宣的芯片三方协议 是我们可以反击的关键 庞大的中国进口芯片市场 全球供应链重要参与者的我们 也是我们反击的武器 与此同时我们还掌握了稀土等半导体设备关键原材料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将阴影掀开的契机 然而就个人认为 限制和反限制的手段并不会让美技术的限制阴影彻底消失 真正消失的那一天是我们掌握了自己的核心技术 再也不需要被这些卡脖子 不过这一点 需要时间来沉淀 短时间内我们很难完成重大的突破 如利于微光刻机设备 如尖端领域的芯片代工制造等等 半导体领域本就复杂 技术和供应链的完善都很复杂 想要所有都来自于本土所需要耗费的时间和资金相当多 然而就算如此 小编还是相信那一句话 犹如美芯片专家说的一样 中国的技术崛起是很恐怖的 因为他们的科学家都不睡觉 其实就是我们无论多难都不会选择放弃 实际上在一则数据出炉之后 美媚直言 美国技术要被中国半导体抛弃了 在全球研发支出的最新排名当中 美国科技公司仍然名列前茅 但是出乎美国半导体意料之外的事情是 中国公司在这一份全球最大的研发支出名单上排名正在上升 据悉 在五年前 移动基础设施和设备制造商华为排在微软之后的第六位 是唯一一个进入了全球前25名的中国公司 然而 现如今尽管美国企业还是排在了前面 但是中国公司新上榜的却相当多 这意味着 中国的公司正在研发上下股功夫 而之所以要开始研发是因为我们要突破被卡脖子的局面 在这里说一个题外话 这一个迹象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所描头 当初去德国媒体公布的数据中显示 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500家公司一共投入了6060亿欧元 比前一年要多 而其中中国企业的增幅最高 就连美国都排在了后面 如今 这个迹象持续加深 不难推测在未来的几年内 我们中国的公司有望突破出一个新局面 那就是以研发占据更靠前的位置 如此数据 不难看出美媒为什么会有它们的技术 要被我们抛弃的担忧了 有一说一 其实这个话有些夸大 就现在来说我们在高性能领域 一旦领域以及更多领域都还要受到美技术卡脖子的荼毒 且这些领域在短时间内都是难以突破的 只不过美媒也有一点说对了 我们不断地加深研发 不顾一切地去投入 确实抱着抛弃美技术而去 换句话说 我们正朝着抛弃美技术的路而走去 这个局面 是美芯片规则不断修改 是美芯片法案出炉新规限制直指中国半导体 也是美拉拢盟友等所造就的 阿斯麦就曾说过 如果他们无法从阿斯麦公司获得光刻设备 但是他们要用就会自己想办法研究 而美专家也说过 限制只会让他们技术崛起的越来越快 然而很多人都明白的事情 美国半导体不愿意明白 还一直做着美国半导体 可以掌控全球半导体的供应面美梦 现在 数据出炉已经给美媒敲响了警钟 也不知道美国半导体 会不会从这些迹象中 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如果没有 那么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崛起是不可当 美国对中国进行的一系列限制措施 让中国的科技产业和市场在短时间内受到了巨大冲击 其中 中国芯片进口数量同比减少了321亿颗 这些限制措施对中国市场供需关系产生了明显波动 为了更好的限制中国的科技产业 美国开始利用其在国际关系上的优势 通过与日本和荷兰的合作 实行封锁 这些延伸措施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 市场供需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对于市场中的供货和购买方 相互之间都会产生影响 因此 市场供需关系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互相关联关系 互相依存 市场的供需关系对整个市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供需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若一方出现了问题或变化 必然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 因此 在市场中供需关系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美国一味实施限制措施 自我为中心 可能会失去更多的高薪工作 同时也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因此 美国的限制措施可能不利于全球市场的健康发展 限制措施的实施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 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多问题 美国一味实施限制措施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影响 不仅会失去高薪工作 还可能产生其他问题 因此 在制定政策和规定时 需要考虑到各方利益和全局问题 否则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 中美文化的差异也在此事件中发挥了作用 美国一直习惯于霸道和自我为中心 注重个人利益 而中国更多注重生命共同体和共同进步 然而这种文化差异在科技领域中引发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中美文化的差异也在此事件中发挥了作用 美国注重个人利益 而中国更多注重共同进步 双方在市场中的文化差异可能会产生一些摩擦 因此在商业和科技方面需要更好的处理文化差异 本文主要探讨了美国对科技产业的限制措施 对中国企业和市场带来的影响 以及美国针对此做出的延伸措施 同时我们还探讨了市场供需关系的互相依存性 以及美国限制措施的问题和中美文化差异在此事件中的作用 希望本文能够对广大读者工作和生活有所启示